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湾半导体协会TSIA发布消息,表示,根据当地机构工业院统计,2023年第三季度,台湾整体半导体IC产业产值含IC设计、IC制造、IC封装、IC测试达到1.1161兆元新台币,计增10.0%,同比减少10.2%。 预计2023年第四季度,晶圆代工业将环比增长8%,记忆体类与其他制造环比增长9.1%。 关于2023全年的预测,机构预估台湾IC产业总产值将达到4.2975兆元,较2022年衰退11.2%,其中晶圆代工业产值预计为2.4656兆元,虽然同比下滑8.2%, 但跌幅优于全球半导体市场衰退10.1%的幅度。 机构预估台湾2023年IC产业细分领域的产值如下,IC设计业1.0735兆元,IC制造业2.6410兆元,IC封装业3926亿元,IC测试业1904亿元。 受到大流行红利消退,PC与笔电市场去年与今年出现剧烈的库存调整,为伴随渠道端库存水位已回归正常。 自今年第四季起,PC需求出现回温的早期迹象。 也因为AI应用逐渐百花齐放,加上高通、英特尔、AMD等各家大厂均宣布准备进军AIPC,更加支撑市场对明后年PC迎来数位经济后的吸一波换机潮寄予厚望。 AIPC不仅带动PC出货量的提升外,AI应用对高速数据传输的需求,以及衍生出的各项高速传输晶片、传输界面连接器、记忆体、散热模组等零组件,都将跟随出现规格升级的需求。 与商机预估全球PC与笔电出货量,今年将即剩下2.4亿台,较去年衰退14%,且连续两年呈衰退窘境。 同时,相对于疫情期间,2021年当年最高峰的3.4亿台,更少掉三成的市场规模。 但从近期台积电、英特尔、PC品牌厂等各家法说最新预估,库存调整已久的, PC终于迎来复苏迹象。 预估今年第四季,PC与笔电出货量将可较去年同期增长9%,并扭转过去连续8个季度的衰退窘境。 此外,也乐观预估,2024年与2025年,PC与笔电出货量将迎来连续两年的中个位增长。 随着生成是AI工具的不断普及,产业界都在积极整合人工智慧功能, 以提高生产力与休闲体验。 而PC与笔电作为工作与生活的核心工具, 也将在软体与硬体领域出现重大的改变,并朝AI应用发展。 代表性大厂英特尔日前宣布, AIPC的加速计划,并将于今年12月, 推出与神经网络处理器NPU相容的行动版Meteor Lake CPU, 届时将能够在PC与笔电上运行生成是AI摇天机器人, 不用连上网,进入云端数据中心来获取AI运算能力。 今天大厂高通,月前也推出专位设备端AI运算设计的X-Elite平台, 使用者无需联网,即能在PC与笔电上通过语音助理做文件摘要、提问等生成是AI功能。 据PC品牌厂目前的设计规划, AIPC将具备人工智慧与机器学习能力,能执行各种智慧应用与工作, 此将改善使用者的生产力与娱乐体验, 强化使用者协作与沟通效率,以及提升工作品质。 AIPC也可协助使用者创作、编辑、优化与压缩引音档案, 改善品质与效率,并也提供数据与隐私保护。 延调机构Canalys也预估, 苹果积极整合神经引擎于自家的M系列处理器内, 全球的AIPC出货量已超过500万台, 且伴随英特尔主导的X86架构,开始增强其AI功能, 预计从2024年上半年起支援, AI功能的型号将大幅增加, 且2024年第四季, AIPC的出货量将增加至2000万台, 占届时全球PC份额的25%以上。 Canalys也预估, AIPC的出货量渗透率将从2023年全年的10%, 提高至2024年、2025年、2026年的19%、37%、53%。 尽管目前产业界对于AIPC的硬体架构尚未确认, 但并不阻碍AIPC长期发展的潜力。 AIPC除带动商用市场出现换机与升级需求外, 更值得关注者应是零组件的规格升级, 包含高速传输晶片、传输界面连接器、记忆体、散热模组等。 AIPC带动数据处理量跟随提升下, 具有充电、数据、影音传输的高速传输晶片也就需跟进升级, 如Thunderbolt 3升级至Thunderbolt 4-5, USB3升级至USB4。 同时,传输界面也需由PCIe 3.0升级至PCIe 4.0与5.0。 另英特尔即将推出的新一代笔电平台Meteor Lake, DRAM也将由DDR4升级至DDR5。 所需搭配的散热模组也可能由传统的散热管升级至散热板解决方案。 值得注意的是, 辉达在2023年全球超算大会SC2023上推出了一款最新的AI晶片H200, 用于AI大模型的训练。 辉达对其火爆的H100人工智慧GPU进行了重磅升级, 最新款高级晶片名为H200。 基于辉达的Hopper架构, 是辉达第一款使用HBM3E高频宽记忆体的GPU, 这种记忆体速度更快, 容量更大, 因此更适合处理大型数据集, 而这是开发大型语言模型所必须的。 在用于推理或生成问题答案时, 效能较H100提高60%至90%。 辉达公司表示, 基于HBM3E, H200以每秒4.8TB的速度, 提供141G的记忆体, 与A100相比, 容量几乎是其两倍, 频宽增加了2.4倍。 在备受瞩目的人工智慧领域, 回答提到, H200将带来进一步的效能飞跃。 在LOMA2, 及700亿参数的LLM上的推力速度, 比H100快了一倍。 未来的软体更新, 预计会给H200带来额外的效能, 领先优势和改进。 H200将在具有4路和8路配置的辉达HGX-H200伺服器主机板中提供, 并与HGX-H100系统的硬体和软体兼容。 据悉, 大型计算机制造商和云服务提供商, 预计将于明年第二季度开始使用H200。 亚马逊的AWS、Alphabet公司的谷歌云、 微软Azure和甲骨文的云基础设施, 都承诺从明年开始使用这款新晶片。 回答表示, 通过推出新产品, 公司希望跟上用于创建人工智慧模型和服务的数据及规模的增长。 增强的记忆体能力将使H200在向软体提供数据的过程中更快速, 这个过程有助于训练人工智慧, 执行识别影像和音讯等任务。 过去, 回答通常两年更新一次晶片架构, 最新的晶片架构是HOPER。 不过上个月, 回答对投资者表示, 由于市场对其GPU需求旺盛, 该公司将从每两年发布一次新架构, 转向每一年就发布一次新架构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